先前秘密回台灣參加國中學歷鑑定考試的韓國女團TWICE成員子瑜 短短停留不到兩天的時間 還抽空拜訪以前的國校 對校長表示考試題目她都會寫 似乎對自己的考試結果相當有信心 台南市政府也公布了參與鑑定考試的成績 周子瑜果然順利通過 可以拿到國中同等學歷證明 繼續在韓國就讀高中升學 由於她在國二時休學 到韓國當JYP經濟公司的練習生 還一邊在當地念華僑學校 往新夢路上前進的同時 她也不忘課業堅持升學 認真的態度令人相當感動 在韓國中升學校